中国经济正面临40年以来的最大危机 房市萎靡不振 出口受到了美国关税战撤轴 而且国内消费也都能不足 而这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执政危机 中国急需要在转型成功之前 找到另外的经济增长引擎 目前在中国最夯讨论最多的就是低空经济 低空经济是指距离地面 1000到3000公尺的空域 以有人驾驶或者是无人驾驶航空器的 各类低空飞行活动为引擎 所带动发展的综合性经济形态 目前是由低空制造产业 飞行产业 保障产业和综合服务产业来构成 其中无人机产业最为关键 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局的一个最新数据 在2023年低空经济规模已经达到了将近700亿美金 专家预测到了2025年 市场规模恐怕会达到1.5兆 无人机在深圳高楼大厦间送餐 在上班尖峰时刻搭上空中计程车 我们现在下班看到的话 其实就是在罗湖的连潭 在罗沙路大概这个区域 那这条路的话 平时在我们的市场交通中 比如说我们的那个上下班 以及我们节假日的时候 它是非常之拥堵的 曾经只出现在科幻片里的银木木 正逐渐照进现实生活里 这就是中国正在力推的低空经济 也就是垂直高度1000公尺以下 不超过3000公尺的低空空域 低空经济是以各种 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航空器的 各类低空飞行活动为牵引 辐射带动相关领域融合发展的 综合性经济形态 由低空制造产业 低空飞行产业 低空保障产业和综合服务产业构成 低空经济广泛体现在 第1 2 3产业之中 涵盖了农民作业 旅游 搜救等领域 具体的航空器又包括了直升机 无人机 热气球等 这其中 无人机的制造与应用 又是低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1年2月 低空经济概念首次被写入中国国家规划 2023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更点名低空经济为战略性新兴产业 2024年 中国已经有16个省份 将低空经济通用航空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这已成为中国政府眼中的新经济成长动能 您是从哪来的 他们是从沉州过来的 要拔的 我们这款的话是我们垂直起降 可以巡检巡航 就是我们要通过是非 然后来验证 在四川绵羊北川县的无人机测试基地 便可感受到低空经济究竟有多夯 我们是沈阳的企业 放到这里来做研发测试 然后也碰到了很多的同行 现在整个市场的热度非常火热 2024年1月1日 中国无人机驾驶航空气飞行管理战行条例正式实施 接着各个部委相继出台配道政策 全面推动无人机产业发展 这片试飞空域 也为北川这座小县城打开了一片蓝海 这个空域货批对我们的意义价值是非常大的 无人机这些企业制造和后期交付的过程当中 全过程都需要的测试 我们的北川通用机场建成了新的产业员 专门用于发展通用产业 相当于做好了潮 有意义来的有几十家企业 协议金额达到40个亿 预计2025年 我国民用无人机产业规模将突破2000亿元 工业级无人机将成为主力机型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将成为新起直锈 快速推进商业化 未来低空经济应该是多层含义的万亿产业新赛道 而湖南是中国首个全域低空开放的试点省份 在屏幕上 整个湖南的低空空域被划分成了179块 每一块什么时候能飞 能怎么飞 都可以实时监测 同时针对每一个报批的飞行计划 都可以迅速模拟出它的飞行路线 确保飞行安全 湖南顺势借此发展空中观光 现在湖南全域都可以这些这种想去哪儿 就去哪儿的飞行化的观光路线 2024年远旦期间湖南通航起降价次同比增加了8.3倍 飞行小时同比增加17.9倍 因此应运而生的还有 打开这张湖南省低空热力图 这块红色的区域是去年新增的两家航校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开飞机 而无人机飞行时长最多的地方 竟然是在一个县城 这里正在全线范围内进行无人机送货的试点 之前感觉像这样的无人机物流应该是在一线城市可能会有 但是没想到在我们线城也可以使用无人机 确实是湖南地空改革以后 我们这个空域的计划申请的包批的这个服速度提高了很多 如果说原来按天算的话 我们现在能够按小时算 航空器我们这个这几年来增长了50% 企业是增加了63% 然后通用机场的数量是增加了6倍 然后去年就是23年的我们的飞行小时 这个全省是增加了19.8% 飞起来才能热起来 根据赛迪顾问统计 截至2024年2月 中国低空经济领域企业已超过5万7000家 而近5年新成立的企业数就达到了近2万亿千家 近10年成立的企业数占比接近80% 有分析认为 中国在电动车 动力电池 轨道交通等领域的技术累积 为相关产品的研制提供了技术支持 这让中国仰赖低空经济 打造天空之城的目标更进一步